风箱框解 他的话是 我现在做了一款 图机的一个图箱 其实一把术雷书 把我的袖墙填的 里面的话呢 和示一台这个主机 然后是我们的 这中斩乏板 还有一个我们的一架 然后呢这个手柄我们直接取出来 这是我们装配的一个手柄 然后我们手柄里面呢是有配送两个碳刷 以及我们的一个维修的板手 用来手柄的一些拆装啊一些维修什么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进入实操组装房间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我们这款90的这个操作演示 我们现在在连接电源的情况下以后呢 我们的主机的一个开框在这边电源 你看打开以后就是一个开机上台 然后呢我们连接上我们的手柄 手柄连接完以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调速盘 他只需要这边调动段速 然后需要更方转性的话在这边 这是一个正方转设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过这边建议大家在调低转速 调动速的时候最好先把转速降低 或者是说把它关闭以后再进行一个正方转的调试 他这样子的话对手柄的使用寿命会更有帮助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脚踏板的一个使用方法 脚踏板的话呢 因为我们每一款它都是有配送一款踏板 那个踏板的连接口呢在我们这个机身的后方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沙口 然后我们将踏板的插入上去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电源关闭 关闭以后呢我们调整转速 再使用我们的踏板 他的这个手柄去进行一个踏板控制状态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开关打开的话 它是直接是处于一个运作的手柄 我们只有将这个机器关闭以后 就是关闭了以后 我们的踏板才能进行对这个手柄的一个控制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我们手柄的摩头更换 就是首先大家就是看这里 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只需要捏住以后 在那轻轻一捋 听到清脆的响声以后 就可以取出我们的摩头 然后呢在更换上你想要的摩头 就记住不要更换到底啊 大家最好留一点的头出来 它如果到底的话 对这个手柄它会产生一种 会产生损害会影响使用受力 然后呢我们再将它护卫 听到清脆响以后 这等于说是可以了 就是大家如果的手柄 大家的这个摩头在护卫的时候出现问题 像例如这个忘经顶上 它是松滑了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在启动手柄 它是不会运作的 这种算是一种保护措施 也是一种安全 我们只需要将它围定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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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继续正常用途了 嗯 嗯